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一集我们来到了北部战区距离祖国大陆最远端的岛屿 在这座位于黄海深处的海防前哨上 我们认识了王川阳 帝亚军 李博 陈杰 徐浩林 陈超群六名特战队员 他们通过不同课目的精彩比拼组成红黄两组 也展现了首岛官兵所具有的超强技能 本集红黄两组六名队员将通过模拟真实作战的 丛林伪装侦察与抢战之高点两个科目 决出获胜队伍 晋级最终强王的较量 哪队能发挥高超的技能 以及绝妙的战略战术出色完成比赛 哪队又将失败全部淘汰呢 精彩节目即将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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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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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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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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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怎么到了 抽签是你吗 到我 红队发现成群 因为谈的时候是 我是负责被谈起来的 他人是负责 给我委屈去 刚才想的时候是 我人是不谈起来 然后以活动的形式 来躲避他了 然后最后想完之后 还是探起来比较保险一点 然后我就 他们找这一个位置 然后还是被红队队给发现了 前面事业太开阔了 这一个围堵这个地方 然后数特别多 特别茂密 给人的印象 就应该这应该是一个 比较残忍的地方 红队以缜密的侦察技能 在较短的时间内 成功找到黄队隐藏者陈杰 而此时黄队仍在搜寻中 面对红队快速结束的比赛 黄队队员能否顺利找到隐藏者呢 我们之前完成这个科目 非常开心 非常兴奋 不知道黄队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在之前的科目 落后他们大概五分 十秒左右 现在还有紧张的两分钟 如果这两分钟 平静地度过的话 我们就能赢得这个科目 所以现在还十分紧张 没找到之前 我表示就是 一个是着急 第二个是当时感觉自己 这一局我们队又输了 认为 确实对方藏的比较好 我们没有找着 不可能在上面 也不可能在下面 李博 走到哪了 我从这头往那走的呢 时间一秒秒的过去 此时黄队所用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 在模拟扫雷科目中 优胜的五分钟 在时间上看 黄队已经输掉了比赛 刚开始说找到的 我说他们还有五分钟 没事 最后找到第二遍 锁完了之后 过了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 我感觉这一分钟 再找不着 基本上要输了 然后那时候开始着急了 李博 转了一圈找了吗 我这又转了一圈没有 上下都没有 黄队队长 黄队队长 你怎么还要继续找下去 黄队收到 黄队不找到 最终黄队队长决定放弃寻找目标 那么未找到的隐藏者徐浩林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上了呢 红队找到我们藏医的人员之后 我们这块刚开始也是稍稍有点压力 但是到时间到最后 没有时间的时候压力越来越大 一直到最后这个裁判 我们裁判问我们的时候 问我这个还继续去找的时候 我感觉我已经放弃了 我感觉时间已经超出很多很多 然后人还没找到 当时就感觉这场比赛已经是输了 黄队队长 由于你队放弃了寻找 咱们现在跟随红队队长 共同去寻找他们隐藏的地点 进入 好 出发 好 出发 你是不是要去 是 这破几年线了 倒里 全土的吗 未曾意料到 红队用工具在山体下坡处 挖取一个刚刚能容身的小洞 把隐藏者徐浩林用途掩埋住 如此的隐藏方式 令我们倍感意外 虽然红队的隐藏战术 在这种以完全藏身为目的的状况下 具有绝对优势 但在比赛中 规则是第一位的 也必须要去遵守 由于红队超出了规定隐藏区域 因此在这场比赛中 红队被判违规 成绩无效 根据赛前制定的比赛规则 红队已经违规 有没有意义 我方对宣判结果 首先尊重裁判的判断法 但是我方有一点解释 我方认为 在藏匿时 藏匿区域为道路 所以说根据条例来说 道路两侧同样为道路的藏匿范围 所以说我方藏匿的是道路的反斜面 完毕 好 我有意义 我认为 在一开始裁判明确 藏匿的时候 横向不能超过三下的黄路 纵向不能超过紧接线 延长线 这是已经超过路边上了 在道路 道路一侧 超过一侧的一线 就是应该是 属于是过的线 再一个 我方那边的紧接线 是房子 我们并没有过房子 完毕 双方的争议 都有自己的根据 但是根据赛前置顶的规则 红队已经违规 现在公布 侦查伪装比赛成绩 在排雷项目中 红队排雷五个 用时五分十三秒 黄队排雷六个 用时三分十一秒 在同龄伪装侦查项目中 由于红队伪装地点 超出了赛前指定的区域 成绩取消 现在我宣布 第二轮团体 对抗赛 黄队获胜 是否明白 明白 好声 引不住内心的呐喊 小艳 阻挡不了前行的实现 无畏险走 才能不如使命 红油 谁是终极英雄 军事节目 全新军力真人秀 铁血登陆 我从小出生在军人家庭 我的爷爷是第一代首导军人 我的父亲和姑姑也都是海防军人 可以说从小耳濡目染 对军人 对军人 这个像职业 有一种天生的向往和崇敬 我们地属是 满海前哨的一个岛屿 也是祖国的毒辣们 我感觉我们身的责任是巨大的 从小我爸比较向往军人吧 一直喜欢家里面有个当兵的 在战场上的话 谁会去你为你当死呢 那就只有战友 我会放心地把我的后币 交给我的战友 假如战争真正爆发 我不能保证 我能守住多少领土 杀伤多少敌人 但我能保证 要侵略我们的领土 首先要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现在我们就将进行团体对抗赛 第三轮抢战制高点 比赛规则为 团队赛第三环节 抢战制高点 规则内容 队员三人配合 先使用重武器 射击海上一个目标后 使用手枪射击十个目标 随后所有队员携带旗帜 跑至至高点 挥动旗帜 所有队员都到达 且先挥动旗帜的队获胜 是否清楚 各组大开 分足讨论 两队抢战 抢战 红黄两队目前成绩 打成平局 在团队淘汰赛的比拼中 这一场比赛 对两队来说都至关重要 各组 占领阵地 开始射击 比赛开始 首先进行重机枪射击 由于机枪为连续发射 后座力较强 因此在射击前需固定机架 使其牢固 保证其精准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我也有感觉 这个名字在射击 原调 被胡争 在射击 空 枪 在重机枪射击区中 队员需射击300米处的海边模拟爆炸靶 使其爆炸后才算成功 而靶子上的爆炸点甚小 这种机枪射击时的散步点范围大 增大了对射击的精准度的要求 红队徐浩林担任射击任务 在快速调整后准确命中目标 随着红队完成后 担任射击任务的毕亚军 也快速命中目标 完成重机枪射击的红黄两队 此时风力很大 且目标为气球 在不断的晃动下使用手枪射击 很难准确找到瞄准点 几乎同时完成手枪射击任务的红黄两队 放下手枪就向制高点跑去 而此时红队的陈超群在跑出去后 由于未拿旗帜又一次折回 当我的队长与我的队友跑出去的时候 我看见没拿旗 刚开始的明确分工也是给我拿的 我没有交好的旅行指责 导致这场比赛的失误 我感觉挺指责的 在临机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紧张的因素 他忘记去拿红旗 而我是第一个冲出去的 所以说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重新拿到旗帜的红队陈超群 快速追击着 但这些战士都拥有着极好的体能素质 这位年仅21岁的战士 能否赶上其他队员呢 此时黄队的陈杰拿着旗帜 奋力跑在队伍前方 其他队员紧随其后 因返回取对齐的红队陈超群 也逐渐追上队伍 黄队陈杰与李博 这两位年轻的战士率先往至高点爬去 其他队员奋力直追着 但这场比赛 队员需要到达至高点 除队员奔跑的速度 异力与持久力 更是取胜的至关要素 如此的高坡与距离 哪队能快速到达呢 啊 王队陈杰与李博率先到达至高点 红队徐浩林与陈钞群也紧随其后 但此时红队队长王川阳与黄队队长李亚军都未到达 根据比赛规则 红黄两队只有所有队员都到达至高点后 优先挥动旗帜的队才算获胜 此时是红黄两队的竞争 更是两位队长的竞争 哪位能优先到达呢 我们上来了 红队用时5分27秒 黄队用时5分17秒 通过刚才的比赛 双方队员比出了水平 赛出了作风 但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 实战化技能水平不高 平时训练单科尾水平 还可以实战条件下 多种火器连贯射击能力欠缺 二 团体协作能力还不高 手枪快速射击气球把石 两队都出现了分工不明确的现象 通过这个科目的比拼 给我们以后的训练 找准的方向带来了启示 下面请双方队长谈一下 本轮比赛的感受 红方队长 王超阳请你谈一下 我觉得我们说过很多 虽然说我们失败了 但是我们的个人能力 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同时我们也认清到了自己哪些不足 首先我们在统筹协调上 有存在的不足 特别是作为队长 我们有做好一个工作的分配 导致我们的成绩有所欠缺 其次体能方面确实有些不足 这样我们可以在下一步的工作和训练中 有针对性的提高 完毕 好 黄队队长毕亚军请你谈一下 本轮比赛虽然我们黄队取得胜利 但是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对三名队友也存在许多问题 暴露出许多的不足 例如说我们在手枪射击时 这个靶子没有分红明确 有的人中把率比较少 有的人争拿着比较高 第二个 登山的过程中 两名队员跑得比较快 第三名队员拉在后面比较远 团队协作意识还不够强 第三个 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拼搏进取意识 虽然非常充足 但是在最后遇过障碍的时候 体力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证明我们的体能技能 较实战化比武 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下一步工作中 还要进一步提高 完毕 现在公布比赛成绩 综合三轮比赛成绩 团体对抗赛 红队击一分 黄队击两分 现在我宣布 红队淘汰 最终红队以微弱的差距 输掉了这场比赛 也遗憾止步于此 自比赛以来 红队的队长王川阳 以及队员徐浩林 陈超群 都用其超强的技能 与绝妙的战略战术 进行着每一场比赛 也用其顽强拼搏的精神 展现着特战队员的风采 输得也心服口服 总体来说 我们在有一些细节的把握上 确实有一些瑕疵 比方说在人员的安排上 以及在团队的协作上 各个方面 我们觉得确实是有一些欠考虑 应该说我们对每个队员 应该说就是拼尽全力了 尤其是到最后插完空气以后 我跟陈杰 因为还有排长 基本上站在那儿都插不住 最后只能躺在地上 保国首岛是责任 传承与发扬祖国为重 以岛为家 长期备守 无私奉献的老海岛精神 也是一种责任 他们把青春献海防 更将壮志 筹国门 比赛结束后的徐浩林 又接到了担任新兵班长的任务 这个班长就是新兵接触到部队的 就是第一个人 也说是他在这个部队最亲近的一个人 徐浩林曾连续三年担任新兵班长 有着较丰富的带兵经验 特别是在整理内务中 他有着自己的诀窍 咱可以用这个任务本去量一下 到这是不是相等的 是 那么咱这个尺寸就是正好了 这个内部还有一些折子 那么咱就需要把里边的折子给它擀平 用这右手去压着它 然后这样去擀一擀 然后再折过来 首先给它捋平 然后咱蹭一侧 往这一侧擀 然后在压背的过程上是抖动的 就这样抖动 来了吗 好 给它撑开 这三个月的生活 就是将咱这个部队的一些基础东西 能够完全就是交受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完全适应部队的生活 咱那个一日生活制度 包括咱那个一些基础的一些训练 让它与咱那个部队能够充分 先说融合 这样平衡之后 然后再开始叠背子了 你就要让它两侧 这两侧是相同的 一个内务板的长度 加一个它的宽度 作为班长的徐浩林 他知道 带领这些如白纸般的新兵 他有责任 有义务带领他们 如同教他们整理内务一般 对他们进行塑形 让他们在军营中不断成长 学会本领 勇于承担重任 然后一手在下 一手在上 轻轻地给它折过来 把这条线夹出来 看到吧 大家看一下 作为这个班长来说呢 他的最大的职能 就是发挥自身作用 能够带好新兵 不能够无人子弟 让这个新兵 能够在新兵连 这三个月 可以说是 完全能够融入到 在那个部队的生活当中来 让他们真正能够感觉到 在部队并不是冰冷的 虽然握着钢枪是冰冷的 但是我感觉到 咱这心是暖的 让他们对这种部队 要有期望 让他们对这种部队 要有向往 让他们在部队 能够发挥自己真正的职能 和这个职责 我们的老海岛精神 就是以岛为家 坚苦为人 就是在这海岛建功立业 去奉献于海岛 下一集 晋级的毕亚军 陈杰 李博 三名黄队队员 将进行三接二淘汰赛 二进一晋级赛 两场个人赛的激烈比拼 决出最终的强王称号 曾为队友的三人 在这两场个人赛中 会有怎样的精彩对决呢 哪位又能走到最后 获得最终的强王称号呢 龙牛 谁是终极英雄 邀请您下周独立时间 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快车 订阅询 李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